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它非常接近于Buffet所设定的职业级的乐器 那在木头上面或者是它的按键的设计上面 它有很多的巧思 跟职业级的乐器其实是非常的接近 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边 我们只有在职业级的乐器上面才有的一个螺丝 这个一个调整的螺丝 那因为我们在乐器搬运旅行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有一点点的空隙出现 那有这个小螺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按键的手感 非常的顺 我想跟RC感觉上是差不多的 RC算是职业级的乐器了 它的弹簧是跟RC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这种蓝钢 它颜色很漂亮 那整个弹性 按键的弹性是非常好的 在测试乐器的时候 我常常会从低音吹到高音做一个半音阶 整个音域的一个测试 整个音域的一个测试 不过它比E12F比起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木头的光泽度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它的密度感觉上是比较厚一点 所以整个吹起来的共鸣会更好 我在挑选乐器的时候 非常重视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音准 这把E13它的喉音区非常的漂亮 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均 非常顺畅 那在喉音区的拉降息 这通常就是我们很多学生级的乐器 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不过在E13的乐器上面 它的音准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喉音区再上去 我们叫做跨音区 所以通常问题就会出现在 这个地方 这个跨音区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这把乐器做得很好的地方 它让我觉得 它跟职业级乐器完全没有差别 就是它可以做到非常 非常干净的拉跟降息 然后跨过去到了C还原的时候 它没有很大的差别 越好的乐器 我们会觉得它的共鸣是很漂亮的 它的翻音是很丰富的 你在吹 吹奏低音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它高音的翻音 比如说我们在吹低音的SOUL的时候 应该可以听到高音RE 12度的翻音 透过麦克风大家可能不见得可以直接的感受到 可是我在这个现场 我自己可以感觉到的是 它会有一个翻音12度的RE飘在空中 那我们在吹奏的时候 越高阶的乐器 它那个翻音会越漂亮的呈现在那个地方 那也就是我们这把乐器音准好的一个原因 打开乐器盒子 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色泽其实蛮漂亮的 敲显乐器的时候 木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我觉得在好的木头上面 我可以感觉到的是 第一个是视觉上它的纹路很漂亮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纹路 它不只是清楚 而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比较没有上漆的一个感觉 所以会呈现一点点的深咖啡色 不完全就是黑色 在这把E13上面 我可以看到它的色泽非常的漂亮 它几乎是接近于我所认识的RC 还有Festival它的纹路 还有光泽 那这个木头会完全完全的影响到 一把乐器的共鸣 那很感谢百达国际的Jackie邀请 我来测试这把E13 那测试完之后觉得 这对学生级的乐器来讲 是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非常接近职业级的乐器 非常推荐 那如果观赏的朋友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百达国际联系 来测试一下E13 你们说不定也会有非常惊讶的收获 这是贝多芬第八号嘉语曲里面的一小段solo 很棒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